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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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上来到10月13日星期五 欢迎收睇今天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中微证券研究报 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Ravi 早上Ravi 昨晚美国公布了CPI 超出了预期 虽然现在加息机会又再度上升化 导致收跌过8点 另外是市传内地监控资金境外投资 中概股指数跌超过3% 恒指夜期跌超过300点 稍后再问Ravi如何看 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有多大 大家为何个别股票而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6133819 或许可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的表现 美国9月份 CPI通胀数据略高过市场预期 令市场从而年内加息的预期 马美会有再度 升穿106关 10年期长债息升至4.7来的水平 美股星期四反复下滑 道指曾经升58点之后 一度急转349点 道指收跌173点 报33,631点 纳指跌85点 报13,574点 标指跌27点 报4,349点 欧洲股市各别发展 焦点美股方面 苹果和NVIDIA曾经升超过百分之一 收市升幅收窄 苹果升百分之0.5 亚马逊升百分之0.4 特斯拉跌了百分之1.6 Meta和Google都跌大约百分之1 看看焦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京东比起港股跌了超过百分之7 腾讯截宣布308.81 比本港收市跌百分之2.5 网易跌近百分之1 而汇丰控股ADR截宣布63.06 比本港收市低百分之0.2 邮邦和建行跌超过百分之1 港交所跌百分之2 比艾迪亦跌大约百分之2 然后看看今早前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是33811点升15点 亚太区股市普遍都要跟着昨晚美股跌势 其中日本市跌百分之0.4 日经平均指数32,350点至143点 南韩市跌百分之0.8 澳洲跌百分之0.5 新西兰市跌百分之0.8 我们看看行市克棋的表现 稍后港股有机会都要低开 克棋是266点 我们先和Rabby谈谈昨晚最新的数据 因为美国公布完的PPI 最新公布了9月份的CPI 按年升幅维持3.7% 但都高过市场 原先预期是3.6%的升幅 按月的升幅就放慢到0.4% 不过仍是略高过市场预期 如果说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 按年升幅就回落到4.1% 是符合预期 按月的升幅是0.3% 这个数据也符合预期 出来的数据 市场看回反应就是 标期合约显示 联储局年底前加息的机率 就由原本近三成升到大约五成 以指望明年减息的时间 就由6月额头到7月 加息预期升幅了 但又不算很强劲 因为昨晚的反应就是美债息 美股之前回落又升上去 美股急創之后 其实跌势也算是存定了 是否现在市场的反应 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担心 我想是这样看的 昨晚是CPI的数据 前晚是PPI 其实两晚天通过的数据 都是看着 储局的息口预期 例如加不加 或是下年减多少 那些情况 当然储局本身 息口的因素 其实是PC2的 但大家都会看PPI和CPI 去拿一些提示 其实说真的 如果说昨晚的CPI 和前晚的PPI 两个方向 其实是相似的 因为当然以往 大家特别过这大概半年了 可能经常看CPI数据 会用Core来看 看核心通胀 因为扣起什么能源 食品 可能影响得比较大 变化比较大的数据 但如果以最新 刚刚这次推出的PPI和CPI数据 反而留意一点就是 其实大家反而会看多一点的 Head 就是大数 不是Core的数据 因为如果你看昨晚的CPI和前晚的PPI 其实两个都一样就是Core 核心那边是比预期低或是符合预期的 但是Head line的大数 其实是比预期高的 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你说可能受着一些能源价格 有些影响 但其实不能够完全否定一点 然后就忽视一点就是 假设油价是这样上升 其实是有机会慢慢影响到其他的行业的 就是不敢说油价高 只是影响到Head line 因为你再下跌下去的 可能大家始终你又可能用多了 譬如有钱 那你其他方面用少一点的 其实也会有影响 或者整个经济面也有影响 所以昨晚或者前晚开始 就是大家会多讨论多一点那个大数 但是昨晚比较明显少少 跟前晚不同的地方就是 就是数据出来之后 像你说的昨晚那个美金 美债息的反应 比之前来说是大一点的 比前晚大一点的 譬如马上美金就抽上去 美债息也上升高一点 这个也令到大家对 年底前加息的预期稍微升多一点的机率 但是其实暂时 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大家 还有12月两次 其实大家预计反应12月那次 可能才加的 但是其实加一个机率 如果看刚刚最新的一次 就是今早刚刚按 大概三成松一点 其实高了一点 又不是非常高 所以其实还是要继续看的 但是只不过就是 同样地来说 你的加息预期升稳了 债息又扯高一点 好直接地对于美股 那就又有点收额了 所以昨晚来说有点调整其实也是很正常 还有就是像你所说的 曾经跌完一阵之后 其实过去这大概三四天 其实美股也弹了不少 所以亦是叫相对弹了一些比较高一点的位置 去等这个数据或者是看这件事 所以就借小分调整 我想暂时来计 就是看法 对美股来说 没什么太大改变 就是你问到我的看法来计 我当然还是会比较是 叫做审慎 也不是说一定觉得额很淡 或者一定很大跌 但是是有个担忧的 那几样东西 一来就当然还有个息口 随时好像过去这一万 就是昨晚那样 又是觉得加息继续升温的 或者是减息继续压后的 或者是没那么夹 这个自然又对股市可能利淡一点 而二来过去也说过N那么多次 就是股值 绝对不低 这个要看就是未来第三个业绩 因为这个应该今晚开始就会 就是银行业 对了 慢慢开始公布了 好地这么说 也没有再向下跌的 那OK 但是如果你说业绩慢慢见完之后 又要有个股值的向下调的 其实这个又是令到美股 有个可能调整的可能性 这个是另一个因素 三年就暂时看起来 就是特别是夏年 其实大家有少少开始害怕 美国又会有一份衰退 当然这个很两体的 就是衰退可能经济代表不好 但是同时对于这个息口 就可能觉得 会不会真的会减多一点 所以就是看看到时候怎么走 但是这个都是有一些美巴在后面 所以我想几样东西来说 你说美股看法会审慎 或者是会要看着来去走 但是你说是不是真的很淡很大跌 这个又很难说 因为过去也都说过很多次 就是始终你在市场来说 没有什么选择 就是好像譬如这样 过去调了这么多 为什么过去这几天淡 就是因为没有选择 大家又是买回去 所以这个就会形成 可能调论上一日会有些反弹 或者是不断地坐上坐下的一个因素 但是只不过我想就是向上升 就是你说大升的空间 再破顶的空间 始终暂时来说不是太大先了 是 港股好幸好 最近多了一些好一点的消息 所以气氛终于好一点 但是怎么知道昨天 在外围又跌过了 什么事呢 先总结一下上日表现 等一下就问Rabi最新 港股有没有影响到气氛 中央汇金就入市 买四大内银的A股 都理好着港股 就连升第六日 成交就重上过千亿 恒指高开三百多点之后 最多升入397点 高位见18290点 恒指全日升入345点 收报18238点 成交额增加到1011亿 科指升1.7% 布4019点 国指升超过2% 四大内银升4-5% 内险也做好 ATM升超过1% 两桶有 逆市跌1% 看看北水盘路 港股六年升 但北水陈高沽货 昨日录得54亿8千万的正流出 过股方面 北水主要流入若名生物和港交所 分别吸资3亿5千万和2亿8千万 美团也吸资7千万 而多支股份就录得显著的正流出 其中 盈富基金就资27亿 建行和公行 分别录得5亿2千万和4亿6千万的正流出 我和Rabby说一个港股 刚才说到六年升 在接近两年来首次 原来很久没有出现过 很难得 六日累积升超过1千点 成交亦终于上升到1千亿的水平 对上一次已经是9月20多日 因为利好消息 会今入市增市 大网还说未来会继续 起码半年都会继续买 所以立即好像有个中央撑市的意味 但是昨天刚才说到外围 美债息美汇又回升 还有另一样有消息传出在外面 报道说中国禁止内地投资者跨境炒股 你怎样看消息熟实影响又大不大呢 还有港股怎么判断现在的走势 似乎今早都要回一回 我们怎样看 究竟声势已经差不多完顶 其实也是休息一休息 又再来过呢 暂时可能休息一休息 始终就算不谈论一些因素 我想只是看近期的走势 我们所说月初 17094万7边 上到昨天最高18300这些位附近 其实头尾都123点 甚至如你所说6天 即6天123点 就算简单脱下每天都200 其实以港股来说 如果每天升到200 其实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所以短线来说升了1000多点上来 就算你说 讲不讲什么因素也好 我想正路地休息一休息一整顾 都是很合理的 而且你看过技术面刚刚好 就是弹到那条50天线 始终也去到一些中期的军线 始终你说中长期 说真的 大家现在都不是对港股很乐观 中长期 所以一去到中长的军线附近 你说真的有点阻力 其实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 只是从短期的走势 技术片上说 先整固一下 其实不是一件太坏的事 只不过就是 只要整固得利 不要说是回多一些 会突出了 即是回突完之后 令到不是整固了 变成了调整了 这样就会担心一点 但是暂时就未这么快 判断到这些字 因为你说真的 就算跌 可能今天才第一日回跌 所以这个也要再看 我想位置 最重要就是 譬如这一刻整固了 20天线 17700这些位置 如果继续站得坏 我觉得暂时问题不大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比较大的指标 就是过这段时间 其实都压着压天线 好一段时间 特别9月初之后 所以如果这刻能够 继续站坏这位楼上 我觉得不算太坏 还有过去也经常说 就是那9天RSI 这个动力指标 昨天其实去到64楼上 其实说真的 昨天18,23这些位置 但是去到64楼上 但是9月初那一转 去到18,900附近 当时RSI9天也只有60边 其实都明显地反映 昨天或者这一阵动力 是初步向上突破了 虽然从这些记者形态上说 我觉得又不是真的太差 所以我认为暂时 我会判断为一个可能 升后整固 所以就刚才说到 看着177 就是20天线附近 当然会移动的 这个位置 我认为20天线会比较好一些 而至于你说 拉到一些因素上去看 当然一转 千几点反弹 刚才说了几个主要因素 因为最初当然可能是 之前的美金 美借息的回落 虽然昨天又升了 但是之前的回落 令到市场反弹 之后去到昨天 最明显是汇金入市的因素 但是如你所说 昨天又晚点的时间 又传出 阿朗可能禁止跨境炒股 会不会影响港股 我觉得其实没有问题 或是没有跟近期炒股太违背 因为其实昨天说的 汇金增持的东西 其实是增持A股 其实也反映它是支持A股 要谷起的A股 对了 而说真的去到昨天 传出来禁止内地投资者 跨境炒股的东西 其实都是支持A股 因为你想这些钱 留在内地 就是不要外流 而且是稳定人民币 所以整件事 其实他们是支持A股 只不过你可以说 他不是直接 给你的钱下来炒港股 但是你说真的 如果他支持A股 A股是好的 其实港股也是正面的 所以我觉得也不算 一个很利淡的冲击注 所以这件事 我觉得也不需要看得太淡 而且始终 这个消息 虽然传 不知道是否真的假 但就算我相信真的落实也好 其实看回这些消息 现在暂时说 可能是这样一些新开的户口 其实本身你开了 或者你经一些合法途径 譬如内地人来香港 下来香港开户的那些 应该就不受影响 但是我们都要随便 不停地 咱们可以测读 看到这些词 子彩家最后一样 浪ング到我 见面就会用不是 但是我们正常别的